万里区的野柳风景区为了因应旅游需求增加公车路线 而为了让民众有更好的后车环境 日前市议员廖正良举办会堪争取后车亭 现在也开始动工 今天议员也再次来到现场视察进度 万里区的野柳风景区是国内外都相当著名的景点之一 因应旅游需求增加 公车的路线也从两线增加到六线 从金山往野柳方向也因为公车有执行与左转向 站点一分为二 执行站点在原处 而左转站点在派出所隔壁 日前市议员廖正良也来会堪争取后车亭 近来开始动工 议员也再次来到现场视察进度 野柳的公车站 那因为之前路线调整的关系 所以在现在这个地方多增设了一个站牌 那增设了之后 那有民众跟里长反应 那里长也跟我们廖正良议员反应说 这个地方等候的地方没有遮风避雨的地方 所以在签过来没多久的时候 我们议员就有邀请 这个交通局现场来会堪 那当时因为 每年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编列后车型的经费 大部分都在上半年就完成了 只不过在我们这个会长 我们的野柳里里长的强力的要求下 我们议员再去特别跟我们的朱市长 跟我们侯副市长来争取经费 所以今年底才有额外的经费 来把它增设一座后车亭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进度 那希望在这个雨季来临之前 尽快把它完成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来赶快使用 后车亭要建设的讯息发布之后 也有网军表示建设总是在选举前的质疑 为此里长表示身为在地的里长 凡是以争取福利为地方建设为最高终止 在10月中才一分为二的公车站 感谢有议员吉利来争取 后车亭才有了建设的经费 非常感谢我们交通局跟廖议员的配合 已经来施作了 至于左转车在另外分出来这个站牌 是最近并不是像网路所讲的 说以前为什么不做 所以说我特别强调 我本身是野柳里里长 只要是市政府还是我们廖议员 还是其他各党各派的候选人 来支持我们野柳里的建设 照顾我们野柳 我野柳里里里长的身份 都一以肯定跟感谢 真的是很需要 但是我们野柳也是风景区 好像那个客人很多 下雨的时候真的没有地方躲 所以要叫这个议员他们来 好像帮忙一下 建立这个好像这个后车亭 这样大家离客来了才有兴趣 以后才会再来 而在地民众也表示 平日里仰赖公车外出购物 风吹日晒雨林多有不便 加上游客众多 若是没有好的后车环境 也不能给游客宾至如归的感受 因此也乐见后车亭的设置 希望野柳可以展现最友善的一面 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记者老平和万里采访报道